中共十八大以来 北京口头上就不断把脱贫空间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习近平在今天国家扶贫日更以书面公开宣称 中国的脱贫空间战已经取得重大进展 根据中央社报导 他说2020年是确保贫困人口如期脱贫的目标年 并且发豪语指出 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即将历史性的得到解决 这将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然而脱贫若要成功 也需要经济形势的配合 不禁让外界再度关注 一再拖延的中共四中全会是否会讨论相关问题 《评论日报》引述博文社报导 四中全会应该会在10月24号前后召开 但这次会议主轴却是政治而非经济 预计提到如何加强党内政治监督 加强党计等议题 而北京将从20号开始启动安保模式 先前有多家媒体报导 中共决定将于10月召开四中全会 在会议召开前 中共多名常委开始到地方调研 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赴陕西视察 国家副总理韩正则前往重庆调研 中时电子报报导 韩正此行考察半导体科技公司与汽车研发中心 强调要持续推进核心技术公关 加大研发投入 勉励企业做强关键核心技术 提升市场竞争力 同时要强化战略研究和规划引导 港媒报导 韩正在重庆市委书记陈敏尔的陪同下 了解智能技术 5G技术 芯片技术 新能源技术等 韩正要求重庆在西部大开发 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上承担更重要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 报导提到韩正此行除了在重庆调研之外 也在此地与到访的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会晤 并共同主持中心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第15次会议 由于重庆是中共政坛的政治高地 韩正与王瑞杰会晤 王瑞杰并出席陈敏尔所设的晚宴 也让整个调研之行更有政治高度 根据联合早报 58岁的王瑞杰自称第四代 是指新加坡经历立国以来的李光耀、吴作栋、李显龙三位总理后 他被认为将成为第四位总理 而接待王瑞杰的陈敏尔 2017年中共十九大前调任重庆 并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 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结束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今天在例行发布会上重申 中方对中美经贸磋商的立场原则和目标从来都没有变 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进谈判 最终目标是停止贸易战 取消全部加征关税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高峰强调中方始终认为 合作是两国最好选择 也是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 双方在最新一轮的谈判中取得实际进展 这对稳定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正加紧针对协议具体文本内容进行协商 此外高峰还透露 中方将根据国内市场需要 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加自美国农产品的进口 包含大豆2000万吨 猪肉70万吨 高粮70万吨 小麦23万吨 以及棉花32万吨 法国时尚品牌迪奥也成为中国围剿的对象 今日新闻报导 16日迪奥在中国一场校园座谈中 被质疑中国地图未显示台湾 当时演讲人回应说 是台湾的面积比较小看不见 但学生并不买账继续追问 讲者则表示 他们称中国大陆为中国 中国大陆加上台湾 加上香港为Great China 导致学生认为迪奥不认同台湾属于中国 因而将截图上传微博 消息传出之后 果然引起大批中国网民的抗议 迪奥今天凌晨也赶紧针对此事 在官方微博发出公告 迪奥先是撇清关系 表示个别员工的错误言论 绝不代表公司和品牌 一如既往的中国立场 强调迪奥始终尊重 并维护一个中国的原则 严格维护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并珍惜中国人民对品牌的情感 最后并说迪奥是中国的朋友 和14亿中国人民同欢共筑 新中国七十华旦 对于这份道歉声明 有台湾网友则表示 又一个品牌为了巩固 中国广大的消费市场选边站 港警退休住哪里好 香港警察员佐级协会 最近宣布要在广东省赵庆市 兴建香港城 方便大家安排退休生活 中央社引述商业电台指出 协会主席林志伟 昨天发信给会员 表示正在和中国地产商 亚居乐集团讨论 希望能够以团购方式建立香港城 据说第一期工程 预计在2020年底落成 会帮助大家以优惠价格 解决住房问题 根据了解 警察员佐级协会 是香港警务处四个协会之一 拥有超过两万名会员 香港经济日报也报导说 其实今年五月份 特首林郑月娥 已经先考察过这块基地 了解当地的交通建设与优势 香港城项目 除了获得广东省政府支持 也由香港人设计打造 类似香港的生活环境 面积达500万平方米 设有医院超市等社区配套 希望吸引港青北上创业 并带着父母一起搬到内地养老 美国众院16日表决通过 香港人权民主法案后 目前等候参院排期闯关 然而有报导指出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被指为亲华派成员 尽管他曾表态支持香港示威 但其妻赵小兰目前任川普内阁的交通部长 家族与中国关系密切 这是否会影响该法 在参院闯关受阻 外界也多有猜测 香港经济日报报导 此前赵小兰被指控利用其伟 替家族生意牟利引起争议 其家族经营的福茂集团 涉及中美航运业务 更曾以美国交通部长身份 与访华时提出让亲属随行 与中国官员会面 家族成员亦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 其父赵席成是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校友 赵小兰又妹赵安吉 现在不但掌握福茂集团 也曾任中国国企董事 据悉赵小兰夫妇更曾获赵席成 数百万美元的政治现金 如今香港人权法案在参院表决议程的权利 就在麦康奈尔手中 他是川普总统的盟友 但妻子又被指亲中 香港人权法案会如何演变 备受外界期待 川普上个星期一意孤行 下令美军撤出叙利亚北部 美国国内也吵成一团 白宫昨天针对这项撤兵决定召开会议 但是一开始几位民主党的高层就提早离席 因为他们不满川普 辱骂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是三流政客 根据中央社的报道 针对川普的贬损言论 佩洛西认为是一种情绪崩溃的表现 因为众议院在表决中 不分党派一面倒地谴责川普撤兵 显然他因此大受打击 另一方面 川普10月9号写给土耳其总统 埃尔多安的私人信件 在昨天曝光了 苹果日报指出 川普首先开门见山的写说 我们来谈个好交易吧 你不会想为了屠杀成千上万人负责 而我也不想为了摧毁土耳其经济负责 不过我会的 最后一段还软硬坚实的提议说 如果你做好这件事 历史会对你有好的评价 否则会永远把你看成恶魔 千万别当傻瓜 我等一下就打给你 事实上 美国媒体提到 川普本人对这封信非常得意 但是网友不留情地批评说 信写成这样 也难怪对方敢为所欲为 因为被看穿 根本就是纸老虎 经过漫长谈判之后 英国在爱尔兰边际问题上做出让步 终于和欧盟在今天达成新的脱欧协议草案 综合媒体报道 英国与欧盟谈判团队在历经长达11个小时的谈判后 在欧盟高峰会前达成脱欧协议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荣克表示 这项协议保护爱尔兰岛和平与稳定 及欧盟单一市场 报道指 英国脱欧协议争议 最大的是如何避免爱尔兰岛出现硬边界 新的协议内容是 英国脱欧后 英国的北爱尔兰将采用欧盟单一市场规则 也就是说 避免了硬边界的问题 英国首相强生在推特上表示 英国与欧盟已达伟大的新脱欧协议 呼吁国会支持 欧盟职委主席荣克 也在推特上称 新的脱欧协议是公平平衡的协议 另建议欧盟峰会支持这项协议 不过 新的脱欧协议草案 仍有待英国国会 欧洲议会和欧盟领导人的批准 若没有在19日达成协议 或协议遭到拒绝 应向强生 则在法律上 有义务要求将当前 英国于10月31日的脱欧日期往后延长 报道指 达成协议消息传出后 英镑对美元 急上涨0.8% 创五个月新高 中国全国各地 数百万民营企业 纷纷设立党组织 中共在改革开放初期 曾一度降低党组织的影响力 为什么现在又突然要求 民营企业设立党组织呢 这也一度引发外界 国进民退的质疑 对此中共党报人民日报 也占到前线做出解释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16日人民网发表长文 引述中共中央组织部 今年公布的 2018年中国共产党党内统计公报说 截至去年年底 全国已有158.5万家 非公有制企业法人单位 建立了党组织 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 认识到党建的重要性 文章还说 中国的民营企业超过3200万家 个体工商户超过7600万户 中国民营企业 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 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 以及90%以上的企业数量 文章还提到福建省的南义集团 江苏省的红豆集团 北京的夜市企业集团等 不但设立了党组织 而且企业负责人还认为 民营企业搞党建 能够把准方向 保障企业按规律和规矩办事 文章认为 位居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 前面的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特点 那就是他们重视党建工作 文章还说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 把党建与人才培养相融合 并赞扬刘洋和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罗可大 致力于把党员培养成高管 把高管培养成党员的双赔工程 有助于企业得到快速发展 尽管党媒说的口莫横飞 但就中国政府近年来 为何突然决定民营企业 需要设立党组织的这个问题 目前旅居美国的原中国民营企业家 潘景伟认为 在看到中国的一些类似阿里巴巴 腾讯和百度发展成 颇有影响力的强势企业之后 中共感到失控了 要赶紧对他们加以控制 他说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强大 对中共的统治是不利的 而私人企业家 虽然不希望看到企业内设立党组织 但是如果不照做 很有可能会使他们家破人亡 旅美中国媒体人士 中国时事评论人谢选俊也认为 有人说中国现在这个趋势 是搞第二次公司合营 大公司阿里巴巴 腾讯和百度等的老板 全都被免职了 现在中国的这些民间企业 本来就是依靠官商勾结 产生和发展壮大的 因为不搞官商勾结 就无法成立公司 并发展成大型公司 即使成立了 也无法长期生存 谢选俊还表示 中国现在针对民营企业的做法 与三四十年代纳粹德国 搞国家资本主义时的 许多做法非常相似 他说中国现在完全 回到毛泽东时代 那种公有制已经不可能了 中国目前的这种趋势 与纳粹德国所搞的 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 更相似 民营企业名义上存在 但政府对他们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人民日报的文章还强调 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是党建工作的最大价值追求 并援引亨通集团 郑泰集团 华丰集团等的党委官员说 党委主导使得这些企业 能够更好地依法制器 以德制业和清廉建设等 但潘景伟不以为然地说到 实际上很多 与民营企业有关的腐败现象 都是党组织和党员促成的 他说其实中国现在的民营企业 是邓小平时代 让大型国有企业的大批工人 失态和下岗产生的 当时下岗工人中 只要有人想开公司 政府几乎把贷款送上门了 但政府官员却利用税收问题 从企业那里收取大量贿赂 而这就导致了腐败的产生 另外据彭博社商业周刊 近日报道 中国隐形资本外逃额 今年上半年急速上升 揭示中国公民隐形资本 转移海外的活动正在增加 据美国智库国际金融协会的 一则报告披露 中国收支平衡表中的 进物差与遗漏 创记录激增高达1310亿美元 这与资本外流压力 急剧增大的2015和2016年间的 同比数额800亿相比 有大幅增长 中国收支平衡表中的 进物差与遗漏资料 普遍被看作是 隐形资本外流的金额 这笔金额通常是 某国公民为了转移资金 而在海外购买房地产或保险等 那么中国资本外流现象加剧 是否与中共加紧控制民营企业 企业家担心被公有化有关系呢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美国众议院昨天全票通过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各界开始将目光转向参议院 这一项法案必须要先由参议院通过 然后总统签制之后才会生效 尽管中国扬言报复 说这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务跟中国内政 但目前已经有许多位重量级的参议员 表态会尽快让法案通过 联署支持的人数甚至超过四分之一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 关于是否会把法案纳入议程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尚未公开表态 他过去是1992年香港政策法的 提出者跟推动者 针对北京怒气冲冲的回应 提出参议院版本法案的卢比奥批评 北京不只是想要违反他们的国际承诺 还傲慢地以为他们既可以控制香港 又宣称香港自治 事实上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被认为是香港政策法的加强版 要求对香港的自治地位进行年度的审查 以此来判定香港能否继续享有 不同于中国大陆的特殊待遇 不过法案能否在参议院通过 可能还存在变数 也有工商业界的压力 曾经担任美国驻港澳总领事 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的杨苏利表示 美国国会尤其是众议院发表声明 或者是通过支持台湾民主自由的法案 相当常见 但这并不一定能够反映白宫的政策 毕竟外交是由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所制定 再加上川普目前正在跟中国谈经贸协议 对香港的议题势必更加谨慎 另一方面 中国学者石英宏告诉联合早报说 就在贸易谈判有些进展的同时 美国众议院一致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使得川普跟习近平都陷入了两难 根据香港经济日报 石英宏指出 参议院通过法案 并且由总统签署生效的概率极大 中国将持续维护对港主权 但也不希望中美谈判结果出现大逆转 而川普就算知道北京会很不高兴 但如果不签的国内压力也是很大 更何况民主党现在已经发起弹劾行动 石英宏分析 这一项法案将会增加香港营商环境的不确定性 也可能鼓励香港的激进派采取更多的暴力手段 先是引来警察镇压 然后成为美国制裁并向中方施压的理由 中国人大推出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草案 首次把规范中共党员的条例扩大到全体的公务员 反发表反对中共共产党领导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反对改革开放的言论者将被开除 与此同时中共当局首次要求新闻从业人员参加全国性的线上考试 以测试他们对党管新闻原则以及习近平的忠诚度 不参加考试或者是没有考过的记者将没有办法换发新的记者证 美国直音报导 习近平掌权以来 尤其是进入习近平新时代之后 中共收紧了改革开放以来有所放松的思想管控 毛时代党管一切统一思想的模式逐渐回归 这对于中国来说究竟是福还是货呢 对于现在中国国内强调新闻报导要以正面报导为主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周肖正表示 所谓的正面事实求是就是正面 但现在却被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你不能实事求是而是要培养虚伪 所以他说现在不少学生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出虚伪 周孝正表示 陈独秀曾经说过 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党内是有派的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在地球上除了沙漠 凡是有人心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之分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后一次扩大会议有个结论 就是要警惕右但主要反对左 所以既然党内是分派系的 那什么叫做反党呢 邓小平理论当中表示 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百年不动摇 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 那么强调基本路线的人是反党还是不反党 毛泽东曾经说过 要文斗不要武斗 文斗才能够触及人们的灵魂 现在其实也是一个意思 你嘴里不说某些话或者是你不说假话 那就不让你当官 但是这样的话 最后你身边全是说一套做一套的小人 另一方面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君涛表示 中共的新闻原则跟使命就是新闻要做好党的传声筒 我们说中共一直是专制的治理模式 但具体的模式也有所不同 不同的治理模式时期 新闻的使命或者是执行使命的方式也略有区别 比方说在胡温时代 那时候江泽民不希望胡温的权力独大 进行了很多制约 使得中国出现了多中心的局面 分为形式上的中心跟背后的中心 这个时候新闻的使命虽然仍然是党的传声筒 但更多是达成了九龙治水的某种平衡 但在习近平时代 新闻信党但全党信息 新闻实际上就变成了习近平的传声筒 还有一点 社交媒体在胡温时代就已经很发达 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后 释放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所以这个时候执行党管新闻 新闻信党的媒体 就要做好传声筒 主要就是要建立一个主旋律 牢牢地把握住主旋律 让他押住社群媒体 等其他方面的一些声音 但在习近平时代 他实际上把社交媒体等直接消灭掉 新闻媒体不仅要做党的传声筒 也要为全社会 全体人民的思想跟嘴巴定调子 也就是说党的传声筒说什么 那么不光是全体党干部 全体公民也该要说什么 明镜新闻台 24小时直播 新闻不受管制 呈现事实真相 请到YouTube搜索 明镜新闻台 订阅明镜新闻台 你好看